為什麼他們要鋪天蓋地的去圍剿高鴻安 因為道出了一個民進黨最不敢說出心裡面 直打冷戰的害怕 他們害怕高鴻安 高鴻安的存在對民進黨是一個盲刺在背 吳子佳在講說 現在這個陳柏惟罷免案穩掛的 他是說陳柏惟穩掛的 他說標題很聳動 標哥決心要他死 就絕對沒機會 好啦他旅班他旅班 綠廚神奇有夠沾 大家都在嘲笑你們他旅班 你砍砍你他旅班 你也是一次OK 你第一次唱 對第一次唱 你跟兵哥一樣是一次OK 來洗版啊 來灌爆我臉書啊 你這樣會讓 這樣會讓他們很忙 因為他們本來這個戰場要分很多邊 1450就這樣子啊 你不然沒事做 你精髓不幹事情到時候被開除 對不過我們來看下一張 政章是要認真一點 對因為1450現在在忙什麼 忙著在洗高鴻安的版 因為他就是寫說 哎呦我現在唱了一首 兩個禮拜前唱了一首歌 開始變成撕裂族群啊 開始變成說 檢討我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巴拉巴拉巴 然後裡面就看到 哎 激進黨的黨主席陳子瑜 剛剛我在講了 現在 終於大家可以看到字了 大家幫我翻譯一下 高瑋瑜的臉書 誰罵我高鴻安 誰就是塔綠班 他是這樣講嗎 他本來想帶一個風向 結果底下就說 哎呦謝謝提醒了 支持3Q1023 罷免海線不失任立委 底下就3Q3Q 啊很期待看到3Q被刪掉之後 你們激進黨會怎麼哭天搶地 一連串反而在喜哈的版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網路開始對 陳柏惟的那個不滿的聲音 其實慢慢慢慢很大 然後大家去覺得說 哎這個陳柏惟的罷免案 真的可能會過 尤其是我看到 吳子佳在講說 哎現在這個陳柏惟罷免案 穩掛的 他是說陳柏惟穩掛的 他說 說標題很聰斷 標哥決心要他死 就絕對沒機會 這個 這個很辣的一個說法了 但是他意思就是說 現在 嚴家已經出來了 然後網路聲量已經起來了 他認為民進黨最後 就會放棄這個陳柏惟 你覺得呢 我要先幫標哥 以前我採訪過他 那個 那時候我在跑立法院當記者 然後標哥那時候是 那個無黨籍的立法委員 幫他們講一下話 標哥跟他們家 跟他們幕僚團隊 他們現在沒有那麼 那個速殺 像他什麼寫 決心要他死 絕對沒機會 他們反而他賣 他們他們家賣的水餃很好吃 哦對 而且真的這個水餃好吃 不是要幫他們工商服務以後 這個 要講這個 那個3Q之前 我先講那個激進黨 真的是自取其辱 常常有 我們會聽到一句話說 人必自我而後人武之 就是說你先 你先不要臉 人家幹嘛給你臉 還有就是說人家長 給你臉你不要臉 所以你自己 侮辱你自己 當然人家就跟著侮辱你 所以 陳子儀他去帶風向 激進黨想要幫3Q講話 結果是提著氣油桶上去救活 我們剛剛講上一頁那個 為什麼 他們要鋪天蓋地去圍剿高鴻安 因為 到處的一個 民進黨最不敢說出心裡面 直打冷戰的害怕 他們害怕高鴻安 高鴻安是他們新竹市 在現在林智堅民進黨的這個 五星級所謂的市長 交棒之後 跟鄭文燦面臨一樣的困境 桃園之後沒人 新竹市之後也沒人 所以飄出了一個大新竹 大新竹 不是在那瞧嗎 族竹要合併大新竹 就是想要趕快再把那個大新竹 在明年選舉前合併之後呢 把林智堅留下來 認為林智堅打遍天下無敵手 永遠稱霸當一個新竹王 所以就是主板花媽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民眾就不想要這樣子 不想買單啊 你根本是量身訂做為了某人 然後整個破壞台灣的 整個國土行政區域的規劃 為了某一個黨 某一個人是永遠量身訂做執政 你乾脆講說把這個台灣獨立 永遠讓民進黨執政 不要國民黨 不要民眾黨 只要留這個側翼的激進黨 或是什麼小小的 就小綠這樣跟著他就好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思維 導致他們害怕高鴻安 高鴻安的存在 對民進黨是一個盲刺在背 不拔除 如果你不拔除這個眼中釘肉中刺的話 隨著他的形象 跟他的人氣扶搖直上 他在新竹市會壯大到 藍綠都無敵手 尤其是綠 現在是綠在執政啊 藍還在想說找不到人 那現在高鴻安出來 那簡直是要先把這個 最大的障礙先搬除 所以為什麼他們現在貼高鴻安不要簽 為什麼要狂打高鴻安 連經濟黨也不忍了 直接跳下來 狂打高鴻安 而且你看那個陳志翰還有一些側翼 還故意把火燒向高鴻安的這個老闆 這個郭董 對 我就有沒有良心啊 郭董才幫台灣人買了500萬劑BNT 我現在就聽到民間的風向 說麗雲他們在造謠 然後帶風向說 他們的支持者在網路上都講 郭董買了這500萬劑BNT 就是為了2024年鋪路啦 他沒那麼好心啦 這樣的一個商人 商人無祖國啦 商人都嘛是很壞啦 心很黑啦 故意要這個 討好這個台灣人啦 然後 先把這個500萬劑BNT 做一個公關 公關費 然後買下來 然後到時候為他2022到2024鋪路嘛 讓他子弟兵都選上 該選的縣市長跟議員之後 然後接著就為自己 撲爐壯大 所以打高鴻安是一石三鳥 我打高鴻安 我打柯文哲 我在打郭董 打高鴻安打柯P打郭董 打一高還可以帶一顆一鍋 打一人可以打三人 對我也看到網路論述說 以高鴻安這麼聰明 他絕對不是臨時起義 他就是安排好了 就是他背後有柯P 有民眾黨的這樣的一個 有白色的力量 然後 另外呢有郭董那些 然後什麼淺藍知識藍 還是什麼什麼 哈不浪當的 全部都去這個攻擊 所以 你要想想看他們的 他們的目標 象樁五劍意在配攻 我先打你高鴻安 我左攻這個郭台銘 右擊這個柯文哲 就柯P這樣兩邊都打 所以 這是他們一石二鳥之計啊 然後 抹黑了這個高鴻安 把他的這個格局什麼 氣度整個拉低了之後 自然而然就可以把柯P 跟郭董的氣度和格局 整個都拉下來 他們的層次都拉低 把他們三個人都漏化 問題是有那麼簡單嗎 這些罵他人不就是綠的嗎 不就是不會投給高鴻安 不會投給郭董 不會支持這個柯P的人嗎 今天如果要救陳柏惟的話 我認同吳子嘉說的 你一定要這個蔡其章 領軍跟這個這個 盧秀燕和這個國民黨 和藍營的這些對陣 但是呢 偏偏我認為他前面說的沒錯 後面幾段我真的覺得 真的沒有活路 我就不是那麼認同 因為現在完全沒有機會 他這個部分 蔡其昌領軍也好 或者是要這個帶領的這個 綠燕 我剛剛不是講說 檯面下的這個各懷鬼胎嗎 每一個那個 他們那個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碰到了顏家 雖然這個吳子嘉 是用比較江湖 愧靠來形容說 哎呀 標哥他們家絕境要怎麼樣 怎麼樣 要誰死或什麼 絕對沒有機會 好 麗雲跟他所謂要保護的這個 側翼 塔利班的側翼 陳柏惟 還有他們的激進黨 也許在這個底下 他們想要專奉求生 但是請看看大台中的這些 本身在地的鄉親 是比較 是比較憨厚的 大家是不會覺得說 你們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在地方上 那種把情感的連結 一致拆開 然後呢 跟標哥 或者是跟元寬和 或者是跟什麼藍營 什麼貼在一起 人家只看你最近這一段時間 當了立委來 有沒有做好你的服務 而不是要把這些政治的這個 語言拿過來去灌進裡面 台中市的這個市民很聰明 台中人不吃你這一套的 是我剛才看到這個 往後沒有 從跑到最難的 到處都要回來了 到最後啦 從北到櫻子佛 走到最難的 往後沒有 從北到架邊 往後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